本節目主持及嘉賓內容與本台立場無關 大家好 歡迎大家收看南修朗主持的重大犯罪科 因為今集的事件資料比較多 講兩句廢話就要入題 無論多了咖啡的果然是不知為何非常睏 這幾天是不夠睡的 簡單兩句就來了 這件如果大家打開機的朋友們都知道這件是落黑人的T 為何會落黑人呢 今天也有關係 今天這個事件在Facebook預告了 就是關於 講完全名也不怕 在日本簡單稱為御殿祥事件 御殿祥是靖岡縣的地名 我改為御殿祥企圖倫間事件 這件事件非常戲劇性 但裏面是顧名思義 是企圖倫間 但裏面就不會涉及有血有死人 因為配合小弟剛剛生日緣 大家在Facebook看不到我打出生日的信息是合理的 因為我從來都不公開月日的 所以生日緣無謂每天說這些流血 雖然我也不太迷信 免得這麼邪 那裏面是我的古靈精怪 有葫蘆頭 免得自己生日 那裏面有些人祝我生日健康 去年有少許病痛 那裏面是裏面也不錯 像一塊石頭一樣 硬硬正正 如果大家不打機的朋友們不知道落黑人 我唯有跟你說 其實都很出名 譬如灣仔有條路都用落黑人的名字來命名 灣仔的條路落黑道 那廢話說完了 謝謝 謝謝大家 見到Happy Birthday證明我都是Live來的 那就開始講事件了 因為都非常之多資料我和時間競賽 盡量就不要吃光螺絲 即是不要一九九 因為有時聽重溫的一九九 聽不清楚這些字就無謂 這個事件就如今所說 沒有血無性 但是懸疑性不比以前過去重大犯罪課說過的事件訊息 非常之猜不到 也會覺得司法制度原來原本是一個公平的審訊 但到最後發展成這樣 斷斷猜不到 大家聽起來都可能會很火滾 好 到時再評論了 馬上來了一個入題 好 先看圖片 我們看看預電場的圖片 預電場就 我不知道大家有沒有去過 現在這個是預電場的Outlet 都是很多強國人喜歡去的地方 因為它很近富士山 所以是看到富士山的 這個就是預電場 這個預電場事件在2001年發生 它最初就在預電場的火車站開始 看看火車站的圖片下章 就是預電場的火車站是這樣的 但是如果日光日白 我恐怕大家想像不到這個事件 因為這件事件 就是在晚上發生 2001年9月16日發生 既然是這樣 就看下一張火車站的夜晚圖片 我就開始講案情了 2001年9月16日的深夜 大概是11點40分左右 預電場市裡有一個女生 15歲 後期公開的名字 他全名叫井上小八俠 我姑姑叫小八俠 因為在日本很多資訊都掩藏了他的名字 因為他還未成年 而且這件事發展到最後都一窩足 Anyway 以後叫他做小八俠 井上小八俠 簡稱小八俠 小八俠他15歲 是一個高中生 回到家裡 叫媽媽去側問 你這麼晚去了哪裡 他就說 跟同學去玩 跟同學去玩 我媽媽不相信 沒有可能同學回到家裡 結果小八俠就哭了出來 然後說出了實情 原來當晚是怎樣 下午的時候 學校本身有一個附近的市場比賽 而小八俠就是籃球隊的成員 回到自己居所附近的預電場市 已經是晚上7點55分 大家注意一下時間 因為時間是非常重要的元素 在這宗事件裡 當時他到了這個羽田場站 走出車站 大概這個狀況 黑漆漆漆漆 當時突然遇到 她和媽媽說 遇到一個初中同學 是同班同學 她沒有交代同班 是初中同學 肯定是同級 她的名字叫平田建儀 平田建儀 怎樣呢 看看下張圖片 平田建儀 下張圖片 就是這樣 當時十六歲 硬勢小 原來她被小八俠第一歲 看到小八俠就馬上問她 小八俠 很久沒見了 記得我嗎 小八俠就想想想 都記得的 你的名字 你經常喝汽水喝建儀 你的名字 跟足 你記得我嗎 就是這樣 捉著小八俠就在這裡 說說說說說 小八俠的圖片 上片 我們是掌握不到的 慢慢聽完整個事件 就會了解 為什麼會發生這樣的事 掌握不到她的圖片 以下簡稱建儀 捉著小八俠的手 不如聊聊天 這麼久沒見 小八俠不是很想陪她 但都這麼粗 被她拔著拔著 拔著去 走 但走到那裡 小八俠就說說 不行啊 不行啊 晚上回家 媽媽很擔心 這個建儀跟她說 打電話回去 跟媽媽說 電車停了就行了 我們在日本很多時候 都會有古靈精怪 人生事故 天氣因素 火車經常都會停 告訴媽媽媽 然後另外原來 這個建儀 旁邊還有一個男性朋友 朋友 也是十多歲 就爛了小八俠的退路 結果沒辦法 小八俠就走不了 唯有打電話 不是問功課 是打電話 找媽媽 交代了她的火車 一、二、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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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雖然是旺街 但過了八點 人流不多 大家去過的 日本鄉下地方 就會明白 到晚上真的很靜 走過 經過旺區的卡拉OK 停車場走出有四個人 都是十八、九歲 後來又跟建儀打招呼 咦?同一夥人 又跟著 走兩走幾十米 又走四個人 總共呢 加上建儀 就是一共十個人 整班人頂多都是二十歲 應該都不夠二十歲 建儀都只有十六歲 整班人圍著 小八俠就走不掉 想叫救命都不行 因為已經離開了旺街 跟著跟著那班人 離開了車站 大概走了二百米 去到御殿祥市的中央公園 中央公園是怎樣的樣子呢? 看看這張圖片吧 拔到中央公園 裡面就有一個噴水池 我看看噴水池的圖片 這是朝早噴水池的狀況 有張椅子 那是怎樣的呢? 當時拘捕了他進入中央公園 因為這個御殿祥市只有八萬人口 中央公園的名字很大 但實質上也不算很大 他帶了進入中央公園的噴水池 中央公園的長椅子 中央公園和左邊的長椅子 總之一張長椅子 將他帶小八俠來這裡 跟他聊天 小八俠 美女 聊天 那時小八俠形容 大概晚上的八點二十分 即答誤了 由他到的站 搞了大概二十五分鐘 這群貌似不良少年的人 十人問他 美女 哪裏上學 有沒有男友 聊聊聊聊了整個小時 後來當中貌似頭領的一個男生 不是建儀 貌似頭領 小八俠不認識他的名字 竟然說了他 上去 上去 當然不是上去他家 當然是 意思是性侵犯這個小八俠 親公園無人 這個貌似頭領的人 捉住了 按下小八俠 開始 怎樣呢 開始捉住衣服 捉住衣服 準備有水動手 剛才說了 這個畫面只是在聊天 噴水池 然後帶到噴水池附近的一個小艇 那個艇是什麼名 看看這張圖片 它叫做中日庭 中日庭不是你家庭電的意思 經常都停 而是這個終於的中 中日庭 是一個庭院 大家看圖片都知道 其實只有一個頂 左右都是空溜溜 讓你在這裡 乘下糧 在這裡 下雨 下雨 大家在中日庭的時候 原來 下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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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沈